Hello各位未来的冒险家,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,我是你们的导游,这里不只有关于未来的有趣内容,还有你们最爱的主持,也就是我啦。 未来30年可能会有的科技,一,人工智慧AI和机器学习,更强大的深度学习模型和演算法。 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,实现更加安全的东西。 三,生活科技,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学的领展,预治疗疾病,生产新型材料,人体增强技术的发展,如人肌肉和身体感测等。 四,5G和6G通信技术,快速和低延迟的无线通信技术,6G技术的因果,扩展无线通信的应用断层。 五,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,更高效,成本更低的太阳能和风能技术。 新型能源存储技术的发展,提高能源利用效率。 六,区块链和加密货币,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扩展,例如供应链追踪,数字身份等。 中央银行是为货币BBC的发展。 七,生态科技和气候变迁技术,生态修复和保护技术的发展,应对环境问题。 更先进行的气候模拟和预测技术。 八,扩增使进入AR和虚拟实践AR,更迷真,更互动的AR和VR体验。 主持在耀力,主要和训练等领域的广泛应用。 九,太空科技。 商业太空旅游和太空虚人开发的进展。 一求万幸精彩的应用和殖民的发展。 嘿,各位冒想家,未来探险者们,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让人振奋不已的未来故事。 这可不是什么灰暗的预测,而是一场充满希望和奇迹的奇幻旅程。 你准备好了吗? 那么,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,进入这个令人心跳加速的未来世界吧。 未来可能发生的令人振奋的故事。 星际奇迹,人类探索宇宙的壮举。 太空探险的崭新时代。 首次登陆火星,由国际合作伙伴组成的太空探险团队成功登陆火星,开启人类在红色星球上的新冒险。 太阳系内的深空探险。 现金的太空探测器启程前往冥王星和其他外星星,解开太阳系的秘密。 地球再生的奇迹,生态修复,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修复计划成功实施。 使必为物种数量回生,林地和海洋逐渐恢复健康。 气候科技奇迹,新型气候调控技术的应用,成功阴止极端天气。 减换全球老化的影响,生命的在定义。 基因变积,拯救记忆病患者。 基因变积技术的革新,使得先天性基因缺线的治疗成为人类。 拯救了无数生命。 本集网绘的新时代,先进的脑机接线进去使得更加稀奇的人,达到新的高度。 满上的试别是心障碍者的生活,球外的人在演义。 菜风比的大冬化,上着菜风比的游戏,能够远复健康。 体验移植的奇妙,月球和火星顺利。 手机的游战,光在月球和火星,向你明镜进去。 达成为人类的太阳系统的象征。 独播剧,林凯和火星顺利。 达成为人类的太阳系统,越上处的画家的投稿和火星顺利。 我会用其它充电,为了侠者的身边去。 银子的个仍然,被揭受照的一组。 这是在西澳上水前,继续守货的保佑世界,相遇充剧的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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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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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